刚才我仔细观察过她的神色 好像是狐狸的脉搐 杀炎仪的时候 如果连九山神也一起杀 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了 杀了他呀 死在自己丈夫手里的滋味如何 被我孩子做成事 我会一样的还给你 我知道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你是狐狸 你女儿也一眼是狐狸 看到了吧 爹 你说的没错吗 这把剑上的灵气 一定可以削弱怪兽的力量 你想要杀我时 这就是你的命运 九尾不敬前传 完结篇 周一至周六晚上七点白 清空卫视